难道将来你要为了自己在外面 能够请得起朋友吃一顿饭 让老婆在家吃泡面吗 那叫要面子吗 这样的男人是最没用的 视频中这个被涂磊严厉训斥的男人 正是本期的主人公小李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 静气的涂磊老师在现场直接发飙呢 就是我之前过生日 就是那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过生日嘛 就是我其实自己还感觉挺重要的 然后他就在我过生日之前 把所有的钱又借给了一个不熟的朋友 然后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说我们出来吃顿饭吧 他就说 牛牛你也不出来 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也不告诉我 到最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 他不给我过生日 就是以为把所有的钱我借给了朋友 你说平时我也不要 他给我买什么贵重的礼物什么的 我只是想说你心里多在意我一点 但是这些他都做不到 难道事实真如女友所说的这样呢 原来两人曾经是大学同学 四年的校园生活 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而男友小李的温柔体贴 让女友小月觉得幸福本该是这样 可渐渐的这一切却有了变化 自从他们毕业后 小月就发现男友越来越要面子 家里来的亲戚朋友 就算没钱也要请客 两人的生活被男友弄得一团糟 于是忍无可忍的小月 向男友小李提出了分手 可小李却放不下与女友数年的感情 于是为了挽回女友 她特地求助到了节目组的帮助 希望女友能够回心转意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女友刚一上台 就直接当着现场所有观众的面 指责起了她爱面子的行为 就是她每次都用她的钱去撑她自己的面子 然后就比如说她有亲戚朋友来天津玩了 她就全部都要招待 就是一般人来说请别人吃两顿饭呀什么的就行了 但她不是 就别人衣食住行 包括回家给孩子买的礼物全是她出钱 等到那堆亲戚朋友走了之后 自己根本没有钱了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们俩就一块出来吃顿饭吧什么 她就不 然后我去她家一看 自己家吃了好几天泡面了 从女友小月口中得知 两人自从毕业后 就再没依靠过父母生活 而平常的日常所需 都是自己每个月辛辛苦苦挣来的 虽然挣的不是很多 但是多少能存下来点 可男友却不一样 每次只要有亲戚朋友过来 他都要大方地负责所有人的衣食住行 哪怕自己的口袋空空 即使去借钱 他也要伺候好亲戚朋友们的吃喝 面对女友的指责 小李却反驳了起来 并表示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也为自己是农村家庭出身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大城市生活 因此即使自己过得不好 也不希望父母知道 而他之所以这样 也是为了自己和父母的脸面 对于这种夸张的行为 连主持人都感到震惊不已 衣食住行都管是吗 就他们回去的时候 住吃还有带他们玩 我带他们去了 然后孩子的礼物嘛 就是也没几件 就是所有人家花的钱 他全都管 就是住宿也管 对吃住行 包括给家孩子单的礼物 全都是他花钱 也不经常吧 不经常 对于如此好面子的小李 主持人都表示 只要这种事情不经常发生就没事 但是女友小月 却对于男友的一番言辞 吃之以鼻 随后 他更是说出了男友的一些过分举动 就是他朋友来找他玩嘛 就是朋友来找他玩出去吃顿饭什么 就我觉得我不会说这些不让他去啊什么的 我就让他去了嘛 然后就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看了一个酒吧 他就非要带人去那酒吧 那个酒吧消费就挺高的嘛 因为我们毕竟刚毕业也没什么钱 然后去了一晚上花了好多钱 自己还是最后借钱 酒吧的钱还没有还上 小月坦言 原本她是很理解男友的 而且为了男友的面子 她也是很愿意配合 可男友却变得越来越夸张 甚至不顾自身的情况 如此奢侈的去消费 所以才导致他最后无法接受这样的现状 看着女友一句句的控诉 嘴上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行为 于是脸上挂不住的小脸 便替自己辩解了起来 这个事情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次不是因为我们晚上第一次吃过饭 然后大家都挺开心的 说去一块玩玩吧 给他说了 后来就是钱花多了一点 让他就不高兴了 男友的一番解释 让小月更加的恼火 随即表示到 男友为了自己所谓的脸面 一次次的花光身上的钱 甚至去借钱都没有还够 最后还是自己去借的账 对此男友却说的 他只是暂时借了女友的钱而已 不代表今后不还 那不是后来我都说我要还了吗 挣了钱我不就还了吗 但是你去还 你还不了 还是我给你还 你说我忍心天看你吃泡面吗 是吗主持人 不管是这个 是吗你问我干嘛呀 不是你心疼他我不心疼 但是我是觉得 崩面这事我做不出来 反正有钱了请朋友就吃大餐 没钱了就吃地摊一样的嘛 心意到了就行了 但是我相信你有你的苦衷是不是 对啊 刚才说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来这个城市了 要让别人感觉你混得好 是不是这意思 不管小李怎么向女友小月解释 小月都很是气愤 她并不是着急让男友还钱 只是觉得她这种行为有些病态 在外面请朋友吃喝玩乐 在家却以吃泡面为生 而令她生气的是 担心男友这样生活 会影响她的身体健康 所以不得已才向男友发了脾气 见此情形 小李也语重心长地向女友解释着 对啊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出来的大学生也不多 手指都可以数得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妈就我自己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明白 如果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还让他们担心 那跟一个孩子有什么区别 小李的所作所为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 十分理解 她从农村出来 辛苦地考上大学 目的就是出人头地 给父母争光 所以才会如此好面子 大方地请朋友吃喝玩乐 但作为她的女朋友 日子很不好过 就是那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次过生日嘛 就是我其实自己还感觉 挺重要的 然后她就在我过生日之前 把所有的钱 又借给了一个不熟的朋友 然后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说我们出来吃顿饭吧 她就说 就就牛牛你也不出来 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 然后她也不告诉我 到最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她不给我过生日 就是以为把所有的钱 我借给了朋友 小月坦言 两人是从大学 就开始谈恋爱的 起初 男友对自己 很是温柔体贴 而且她还会一些小魔术 时常会给自己 一些小惊喜 当时陷入爱情中的小月 一度觉得 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 可自从毕业后 男友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平日里不仅 连小惊喜都没有 甚至连自己的生日 都丝毫不在意 所以导致了小月的心理 产生了极大的落差 心中的积怨也越来越深 而男友却对此解释工作太忙 那不是那段时间比较忙 然后我记得啊 但是 就忽略了吗 所以你还是忽略我啊 无论男友怎么解释 小月就是认为男友变了心 心里已经没有自己 而男友小李 对于此事没有结化 反而指责起了女友的过分行为 我特别看着我家里的那些朋友 因为我有一个发小 他第一次来天津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一块去吃饭 他也去了 然后他直接在我朋友面前说 有钱吗 就请客 就特别让我下不来台 之后我们俩就吵架 吵着两嘴 然后他就甩脸就走人了 小李则说的 也为自己有个从小长大的发小 跟自己的关系十分要好 两人许久未见 心情也很是激动 因此小李就提议去 请发小吃饭 却不成想 女友在饭桌上的操作 直接让自己下不来台 他瞬间感觉到成了别人的笑话 所以极度生气 和女友大吵一架 而女友随后 更是气愤地离开了饭桌 但女友却表示 虽然当时很生气 但冷静下来后认真想想 觉得还是自己的错误 所以他后来又向男友正式地道了歉 可男友还是不依不饶 那么既然两人闹成这样 为何不早早分开 反而今天来到这里呢 其实我在他朋友面前说 也是我挺过分的嘛 然后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特别生气嘛 他就吼了我一顿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咱俩分手吧 他就同意了 他就竟然同意了 我本来想说 你哄我两句就完事了 他就同意了 你知道吗主持人 那就是在气头上 他说分手 我说好 就这样 所以今天才来这儿了是吧 对 就你不想分是吧 后来想 就是觉得也是当时都在气头上 也正是因为上次的争吵 导致女友和自己赌气分手 但当小李消气之后 便十分后悔自己意气用事的决定 他也知道女友是为了自己好 可女友对于他的行为并不买账 仍旧很愤怒 而一旁的主持人见此情形 同时也为了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 连忙开口打断 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他是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面子吗 还是只限于对老家来的亲戚 我所有人都是这样啊 家里来人他要面子我也能理解 但是平时也是 就比如说他朋友过生日什么的 他都要就是请人吃饭 给人发红包 所有的都是 每个月根本剩下不来多少钱 然后自己再回家吃泡面 小李的行为让人感到十分不及 如果针对于家里的亲戚朋友 还说得过去 可为什么连工作上的朋友也得如此呢 其实也不是全我来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 这顿你请下顿我请 就是这样轮流嘛 只不过就是他觉得 我请的次数比较多而已 那你是不是多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 手稍微多一点 对 小李坦言曾在大学时期 他就靠兼职变魔术来挣钱 所以当时在同学之间 算是比较富裕的那种 而其他同学还基本是靠父母给生活费 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因此和室友出去聚餐时 也基本都是他来支付 以至于后来就养成了天天请客的习惯 对此 女友小月却有着自己的说法 他其实就是打肿脸冲胖子 根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然后来一个人吧 只要说 哎呀你在这儿变魔术挺好 怎么怎么样 他就自己飘上天去了 然后就随便花钱 别人只要夸他两句就花钱 夸他两句就花钱 那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基本上也没有瞎花呀 你知道你自己挣了多少钱吗 你为什么非要你的面子呢 无论男友怎么向小月解释 小月就是理解不了 他这种要面子的行为 这样的未来 只要想想就觉得十分可怕 如果两人结婚 男友还是一味的不考虑家庭 不考虑自己 那两人的生活都是个问题 看到争执不下的两人 主持人连忙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顺势问了男友小李一个问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她呀 虽然已经分手了啊 这事就想想啊 这个我想就是先挣一些钱 然后再去 挣多少钱开始娶她 就最起码 就是能够我们两个生活的 这是多少钱就够你们俩生活了呢 这个没想过 你看 女生大概是着急这些吧 女生已经开始考虑未来了吧 对啊 对于未来 男友小李没一点规划 甚至这个规划里 有没有女友都不知道 只想着挣了钱就结婚 但如果按小李现在这种行为 那可能这辈子都娶不了女友小叶 而小叶或许是看到了未来的生活 对男友也不再抱有希望 那么对于两人现在的这种状况 台下的图蕾导师又会给出什么意见呢 难道将来你要为了自己在外面 能够请得起朋友吃一顿饭 让老婆在家吃泡面吗 那叫要面子吗 这样的男人是最没用的 你是个学生 你按道理来说 你去演魔术 挣一些生活费 这是很励志的 但你入不敷出 没有这样的能力 偏要挣那样的面子 要那样的脸 去请别人吃饭 把自己口袋里掏空 然后让自己的女朋友贴钱 来替你还债 你觉得你有面子吗 虽然图蕾导师的话拒拒扎心 但却拒拒在里 一针见血地戳到了小李的痛处 也给小李引导了一个正确的理念 有几分钱就花几分钱 如果有朋友硬拉着应酬吃喝 那就放弃掉这些朋友 因为他们只是贪图小李手中的钱财 而不是真正的友谊 希望小李不要为了这些所谓的面子 放弃掉真心关心 爱护自己的女友 或许是听进去了导师的话 小李的脸上有了些许动容 甚至在节目的最后 还向女友做出了真挚的告白 我知道以前做了很多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可能我做的有点酷 我会尽量地改正 希望你能够理解 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没有不理解你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多考虑我的感受 也多考虑我们以后的事情 然后你想要面子我也会给你 但是我希望能有一个度 而不是你每次都像原来那样 对于男友的一番告白 看得出小月还是有些放不下这段感情 她深爱男友 可她却怕再次重蹈覆辙 在面对男友的真心悔悟时 小月也十分不忍 或许自己不够理解男友 造成了两人之间的多重矛盾 那么小月接下来会如何选择呢 她会选择与男友继续在一起了 小月最终还是决定与男友小离分手 可能是之前被伤害的次数太多 从而导致她害怕 在过上与从前一样的生活 小月的决定能够理解 因为青春就这么短 她无法陪一个男孩长大 或许自此之后 小离真的会有所改变 同时也祝福他们未来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讨论